哈喽大家好,我是老汤 最近有一只基本面貌似还可以 同时很多小伙伴也很熟悉的成长股快要被腰斩了 它就是今天这期视频的主角C,股票代号SE C从最高点已经下跌了超过42% 而这跌幅大部分都来自于最近的这一波杀估值行情时期 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析一下C的最新财报和基本面 讲一下C的优点和它未来的一些潜在风险跟问题 同时我们也会来分析一下C的估值和什么价位比较香 今天我们也会来看一下大盘和我未来的计划 视频的最后我们会看一下我的大号这周都做了些什么操作 M1定投账户和微牛成长股账户这周表现如何 当然啦,这整个视频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 不是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大家一定要独立思考 那我们开始吧 对了,M1智能券商最近有一个圣诞活动 也就是开户后的14天内充值 最高可获得500美元的现金奖励 和一年价值125美元的M1 Plus会员 感兴趣的朋友们不要错过这次的圣诞活动哦 M1 Finance这个券商的特点在于 你可以在里面搭建属于自己的投资组合 然后每一次点击买入后 M1就会自动的按照你先前设定好的仓位百分比 来帮你购买股票 同时系统也会自动的帮你rebalance仓位 和展示你自己搭配的组合的历史回报率 非常适合定投和长期投资 比传统券商智能很多 对M1 Finance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点击视频底下描述了你的链接 开户领取圣诞奖励哦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首先我们先来简单的过一下 C的历史背景和业务 C以前叫Garina 在2009年创立于新加坡 后来Garina改名为C C在这里的意思不是海洋 而是东南亚的英文缩写 很明显 这是Garina当时为了进军东南亚市场的一个表态 有点像Square改名成Block Facebook改名成Meta那样 之所以C如此看重东南亚市场 是因为这个地区的市场有着极高的增长潜力 也是目前成长最快的手游市场之一 同时也是高速增长的电商市场之一 而C目前的主要业务正是游戏Garina 电商Shopee和电子支付服务 C Money等等 且特别注重于移动电商和手游 因为在东南亚 智能手机的渗透率极高 是当地人们用来上网最频繁的设备 比如从这样图我们能够看到 左边紫色的国家代表智能手机多过电脑 右边蓝色的国家代表电脑多过智能手机 很明显像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人民 持有智能手机的比例要远高于欧洲和美国 这就是为什么C在东南亚如此重视 手游和移动电商赛道的缘故 东南亚的市场潜力也成为了C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 不过在东南亚 C依然还是有竞争对手的 比如曾经被阿里巴巴收购的Zelda 也曾经是东南亚电商市场的龙头 然而C的Shopee仅用了5年的时间就超越了阿里巴巴的Nazada 除了Nazada以外 在东南亚的印尼也有像Tokopedia和Gojek这样的实力竞争对手 但是他们后来都被C的Shopee的电商和外卖业务抢走了不少的市场份额 导致Tokopedia和Gojek决定合并来对抗C的Shopee 毕竟在东南亚 Tokopedia和Nazada的每月流浪量加在一起都没有Shopee的高 这个趋势也还在持续 对于C来说肯定是一件好事 而且根据预测 到2025年的时候 印尼的电商市场预计会高达104亿美元 远高于其他东南亚的国家 因此印尼可以说是东南亚最关键的电商市场 好的是 Shopee在这个市场目前占有绝对的优势 也是为什么C被称之为东南亚小腾讯 不过除了东南亚以外 C在两年前还进军了巴西市场 巴西是全球第四大互联网市场 拥有着第三大的社交媒体平台用户量 同时也占据拉丁美洲42%的电商市场 还有如果根据每月用户量的数据来统计的话 那么巴西的市场甚至超过了印尼 不仅如此 巴西的移动电商占了总电商市场的32% 智能手机的渗透率也高达37% 同时巴西的移动电商市场从2019年到2023年的年复合增长率 预估会高达17.8% 意味着巴西也是一个具有潜力的移动电商市场 好消息是 在今年3月份 C的Shopee只用了两年的时间 就超过了拉丁美洲曾经的龙头 Markado 并且也超过了亚马逊 成为了拉丁美洲最多用户使用的网购APP 而且因为Shopee进入拉丁美洲市场的时间还不是很长 所以未来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发展和稳固现在的龙头地位 除了以上的两大电商市场以外 最近C还宣布了要进入印度和欧洲波兰市场 这两个市场目前是亚马逊主导 因此Shopee在印度和欧洲能否像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一样击败其他竞争对手 就只有时间能够告诉我们了 然而C在本地化方面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它每次进军一个新的市场都会让本地的竞争对手抖一抖 而且这些市场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这些国家的智能手机 同时也占据了全球游戏下载量的16.8% 全球排名第一 因为游戏电脑在印度卖得非常贵 老百姓的收入低 使得手游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印度游戏市场 好的是呢 在这么一个庞大的手游市场里 C的一款手游 Garena Free Fire 在印度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在过去的12个月里 Free Fire占了印度游戏总下载量的30% 在全球的手游营收排行榜里目前排名第四 在谷歌商店里排名第一 同时Free Fire的平均越活跃玩家数量 在谷歌商店里排名第二 很明显的 印度和巴西的玩家贡献了不少的收入 没错 不只是印度 巴西在过去一年的总游戏下载量里 有12%都是C的Free Fire 同时巴西是全球第三大游戏市场 占了全球游戏下载量的8.3% 仅次于美国的8.6% 所以巴西除了有高潜力的电商市场以外 也还有个庞大的游戏市场 回到游戏的数据方面 目前Free Fire已经连续9个季度 在东南亚的市场里保持着领先地位 同时也已经在拉丁美洲连续4个季度 领先于其他的游戏 而且在美国 Free Fire也已经持续3个季度 保持着营收最高的大逃杀类型游戏 因此Free Fire可以说是 当今国际算最火的手游之一 除了Free Fire以外 东南亚服的英雄联盟 使命召唤手游 AOV和飞车都是C代理的游戏 不过C在强势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潜在的风险 那就是虽然印度是一个很庞大的市场 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市场 而其中的一个不确定性因素就是印度和中国之间不友好的关系 比如去年 印度和中国发生了边境冲突 导致印度封杀掉了中国118款的APP 里面包括了腾讯的PUBG 也是在印度最受欢迎的手游之一 那为什么印度和中国的长期冲突将会是C的潜在风险呢? 这是因为腾讯持有着C21.4%的股份 同时可以改变公司商业决策的Class B股权力 腾讯也占了43% 所以从这个股权结构我们能够看到 腾讯对C有着很大的控制权和参与度 而这是一把双刃剑 因为腾讯的参与度太高 会造成一些潜在政治上的不确定性 毕竟印度政府对中国控股的企业不友好 就像上次印度突然封掉腾讯的PUBG手游 抖音等累计超过200款中国的APP 所以这种政治风险多多少少还是有的 毕竟C是一家被中国腾讯控股的公司 不过被腾讯控股也有好处 比如腾讯能给予C更多的资源 让它在东南亚等其他国际地区 代理腾讯旗下的网游和手游 C也能获得更多的合作机会 所以被腾讯控股也是有好的一面的 而且C还有超过一半是机构控股 加上C也才刚进入印度市场没多久 因此以上的政治风险暂时也不是特别大 只是在投资C之前 心里要清楚和明白这些潜在风险的存在 因为C毕竟是一只ADR 并不是美国公司 政治地缘风险肯定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的 除了以上提到的风险以外 还有一个风险就是 短期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宏观经济 因为这些地方的经济也有泛黄的迹象 短期的经济复苏也一样不乐观 一样存在着隐患 不过对于长期来说 我个人更关心C的长期竞争力 和它所在的市场的长期发展 而按照目前的成绩和数据来看 我个人对C的长期竞争力和业务发展方面 还是有信心的 这方面的加分对我来说 也足够弥补以上所讲到的风险了 当然了 每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不一样 大家还是要独立思考 那以上就是C的一个大概背景 和当前情况与风险的分析 接下来我们就用数据来说话 我们来看一下 C在今年第三季度的最新财报如何 C在今年第三季度的营收正常超过了预期 但是EPS却日常的低于分析师的预期 然而华尔街对C在过去几个季度的EPS miss 还是有容忍度的 主要是因为C的营收增速很高 过去几个季度的同比增长都有100%以上 比如今年第三季度 C的总营收同比增长有122% 其中电商的营收同比增长高达134% 但数字娱乐也就是游戏板块的营收同比增长只有29% 且跟今年第二季度的12亿营收持平 环比增长为0 而这一个游戏板块的环比增长自从一年前开始就已经在放缓了 不仅如此,今年第三季度的每个季度的游戏活跃用户和游戏付费用户的环比增长都貌似遇到了瓶颈 也就是说,C的游戏相关业务的增长有点不是很乐观 游戏业务正在拖累C的整体营收增长 毕竟数字娱乐的营收占了总营收的44% 然而手游业务的优势在于它的毛利率比较高 对未来C的营利能力可能会有所帮助 除了以上的两个板块以外,电子支付业务的总支付量也达到了46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111% 每季度的支付用户也高达3900万,同比增长了120% 这些增长都是相当高的 意味着C的支付业务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而且他们的电商和游戏业务可以很好的帮助他们的支付业务的成长 业务之间可以互利 C基本上就是在搭建一个游戏电商支付生态 这也会提高它的护城河 在指引方面,C再次提高了今年的全联指引 把2021年的电商营收指引从之前的47亿到49亿美元提升到了 50亿到52亿美元之间,年增长预估会有135.3% 不过游戏业务的全联指引跟第二季度的时候给的一样 依然预估游戏营收会在45亿到47亿美元之间 同比增长预估会有44.4% 最终,2021年一整年的总营收增长预估会有114% 虽然今年SC的整体营收增长会很高 但值得注意的是,明年开始C的营收增长将会大幅放缓 分析师预估明年的营收增长会从今年的114%下降到50% 2023年的营收增长预估会有35.8% 2024年的营收增长预估会更低,只有29.39% 也就是说,未来一到两年后 华尔街可能不会再有现在对C的财报持续miss EPS那么高的容忍度了 因为当一家成长型公司的营收增长大幅放缓后 市场就会开始关注这家公司有没有走向盈利的迹象和趋势 如果有,市场才能继续给高估值 如果没有,那么估值很有可能会开始修正 因此EPS能否进步可能将会成为C在未来几年支撑高估值的重要因素之一 特别是在未来一年的加息行情里 盈利能力是否会进步对市场来说就变得额外的重要了 那至于C未来两年的EPS方面 分析师预估2022年EPS会有31%的增长 2023年预估会有77%的增长 也就是到2024年,C有可能会开始盈利 如果未来C的EPS能达到以上的预期 那将会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但以过去C的财报规律来看的话 会发现CMAS EPS的预期的频率有点太高了 同时低于预期的幅度也很大 所以未来C的EPS能否达到分析师的预期确实不好说 然而大家也不用对C的盈利能力太悲观 因为C的EPS虽然次次低于预期 但是他们的烧钱速度还是在可控的范围内的 而且他们的毛利增长还是相当高的 C的毛利在今年第三季度同比增长了1447.5% 毛利率达到了37.51% 比一年前的33.62%提高了3.89个百分点 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因为亚马逊的毛利率是41.3% 阿里巴巴也就38.8% 因此C的37.51%已经越来越接近巨头门的水平了 而且C的147.5%的毛利增长 也要高过营收成本的108.8%的同比增长 121.8%的营收增长也要高过105.8%的营业费用增长 最后净亏损的同比增长只有34.3% 意味着公司每花一块钱能获得超过一块钱的销量 这是一个好信号 因为过去一两年里有很多小成长股的营收虽然都很高 但他们有些烧钱的速度超过营收的增长速度 这是一个红色警告 所以C在亏损方面目前还处于可控的范围内 我个人暂时还不是很担心 因为现在在推广和代言上花的钱 也是为了更好的抢夺市场和打造品牌 而且在占领市场方面 C也确实没有白花钱 抢夺第一宝座的效果也达到了 还有大家不要忘了,亚马逊亏了15年才开始盈利的 因此再给C2-3年的时间也不是不可 加上C的流动比率高达2.56 现金也高达111亿美元 而今年预估大概可能会烧8个亿左右 因此暂时C的资金还是充足的 好,说了这么多 那C到底在什么价格开仓或者加仓会比较好呢? SE虽然从最高点的372块钱已经下跌了超过42% 但是C也就只回到了今年年初的水平 今年YTD的回报率依然还有8.5% 所以哪怕SE最近跌了很多 它其实还是要比很多其他的成长股要好的 不过也是因为C的估值和股价在今年一直都很高 因此我就没有怎么去关注它了 直到最近SE被杀估值和股价打折后 我才开始对它起了一点兴趣 当然了,我知道成长股未来一年可能会比较危险 C可能还会继续跌 但SE它并不是科幻股 从基本面出发它算是一只优质的小成长股 所以只要估值合理,仓位控制得好 我觉得SE还是有投资的价值的 目前SE的市销率已经快回到了18年到20年的水平 已经比今年前段时间好很多很多了 但目前还是没有完全回到那时候 所以还是有点小贵 但我觉得不是很过分 因此等到200块的支撑开个小仓我觉得问题不大 然而基于现在的行情和未来一年可能会反复出现的杀估值行情 我觉得现在加仓不要太急 毕竟SE本身也有不少的套牢盘 今年买SE的人大部分都是亏的 目前SE也没有出现任何止跌的信号 加上SE目前还是一家亏损的公司 不利于短期的行情 所以SE的股价在短期内也很难有起色 因此200块钱我可能只会考虑开一个小仓 178的支撑可能还会再加一点 最后155的支撑我觉得可能才是比较好的价格 但我对SE未来5年的发展还是挺有信心的 财务和基本面也是成长股里面较好的 我唯一的担忧是一些政治地缘风险的不确定性 一两年后的EPS能否达到预期 和短期东南亚与拉丁美洲的宏观经济问题 不过整体来说我个人还是蛮看好SE所处的这个赛道和市场的长期发展 视频的最后我们会看一下我的大号这周都做了些什么操作 M1定投账户和微牛成长股账户这周表现如何 这周大盘有多惨账户就有多凄惨 M1定投账户的价值加全回报率在这周回到了0.74% 目前福音只剩下了75块钱 下周如果再跌那么这个定投账户就要开始亏钱了 这周在纳指120日均线的时候我往M1定投账户充值了1000块钱 12月份目前为止M1账户总共定投了7000块钱 那以上就是我的M1定投账户的目前仓位情况了 微牛成长股账户这周更是七年 微牛成长股账户的盈利剩下1447 账户资产有49436 股票价值有38,053 现金还有11,399 那以上就是我的微牛成长股账户的目前仓位情况了 这周我的唯一操作就是往M1定投账户和其他的定投账户充了点钱 除此以外就没有做过其他的额外操作了 这周纳指已经连续4次测试强势的120日均线 加上几周前,总共已经测试了6次了 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跌破 但是如果未来跌破了 那么有可能我们会见证中期回调 如果已经在纳指120日均线加过几次仓了的话 我觉得就可以等等了 让现金流恢复一下 因为在同样的价位短时间内重复加仓的意义不是很大 等现金流缓过来后 再加仓可能会对仓位管理更加稳妥一些 毕竟在关键支撑点位测试的越多 就越有几率跌破 所以现在开始小心一点 我觉得不是一件坏事 不怕一望就怕万一 这样就算反弹了也不会踏空 破位了也不会心慌 如果120均线跌破了 那么下一个支撑会在14800点 然后就是14400点 最后比较坏的情况可能会去测试14200点 至于右侧短线交易 我还是维持之前的观点 那就是在纳指突破15800点 或者破新高之前 我觉得都不适合右侧短线交易 因为在正大行情里 这会很容易被骗炮 而且为了上方不确定的几百点利润冒险也不是很值得 还不如等到确定信号出来后 再好好的安全吃一波新高行情 如果想学习更多关于股票知识 我们现在有会员福利 每个月只需要2块9毛9就能解锁5个会员大福利 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福利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加入按钮 或者点击视频底下描述栏里面的会员加入链接 就可以加入进来了 最后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陪伴 欢迎大家加入 我们在群里见 好的视频就到这了 以上内容都是我的个人观点 不是投资建议 投资有风险 大家带我独立思考 如果喜欢这一期视频朋友 请订阅一下 点个赞和分享 如果不小心锁滑了 点到这个小铃铛那就更棒了 这样下次有新视频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感谢大家观看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